我們今天要來講所謂的胰臟癌概況跟治療 那目前台灣整個胰臟癌的發生率 男女生來講都是在第13位 但是以死亡率 男生是第8位 女生是第6位 目前大概的情況是這樣 在102年國健局癌燈的資料來講 登記初診斷的胰臟癌有2051位的朋友 但是死亡的人數有多少呢 1798人 兩條曲線 這個發生率跟死亡率的曲線是非常貼近的 那整個全球的現況 以美國來講 這個胰臟癌目前已經慢慢越生 成為美國第二大的一個死亡的癌症別 胰臟因為它本身 這個胀氣非常的特別 因為胰臟它本身有分成這個所謂的頭端 這個體端以及這個尾端 通常這類型的朋友已經不可以切除 可以開的朋友 我們會把胰臟 這個就是說胰尾的這個切除 假設身體長在這個體 這個體端 胰體到胰尾呢 這個還有這個脾臟呢 做個清除 以及淋巴結的一個擴進 做一個完整的清除 那這樣對病患的朋友 後面的這個所謂的 癌症的癒後來講會好得非常多 但是假設今天腫瘤 是長在這個胰臟的頭端 這個部分的朋友呢 這類型的朋友有幾個症狀會表現 第一個它黃膽 臉黃黃的 眼睛黃黃的 另外一個尿尿出來呢 是茶荷色的一個尿液 相對來講這個腫瘤呢 壓迫到這個膽道 造成膽子這個 阻塞淤跡 漲起來 從臨床上面看到這個 所謂的生化數據呢 就是所謂的膽色素質上升 那胰臟頭端這個部分呢 手術呢 相當的一個複雜啦 那在手術之前 都要跟病患做一個 所謂的進階的斷層 或者是核子共振 或者是所謂的血管攝影 一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的目的 主要要看一個問題 就是看這個上腸細膜 就是所謂的這個藍色這一條 這個上腸細膜的靜脈 跟這個門靜脈 這條血管 甚至這個動脈系統 上腸細膜的這個動脈系統 尤其是靜脈這個系統 底下這個胰臟這個系統 有沒有被血管侵犯 假設被血管侵犯 已經被掐住了 甚至侵襲到更後面 包括甚至這個所謂的 下腸靜脈 甚至主動脈 那這類型的朋友 已經不能開了 他只能把膽囊拿掉 因為他病人 大部分講在頭端 他都會黃膽 那黃膽的話呢 他就是這邊呢 要做一個把這個所謂的 空腸結一段呢 拉到這個膽道 做側對側的膽道空腸的吻合 做膽汁的另外一個道路的引流 讓黃膽下降 可以開的朋友 通常是這個胰臟頭 跟這個血管呢 是可以剝離的 那這類型要進行 移十二指腸切除手術 很多人呢 說那到底要選擇開腹 還是腹腔劑 還是打溫系這個手術 大部分呢 從傳統來講 從上端到下端 大概開一個二十公分的 可以上口 但有些醫院呢 會開一個 所謂的上腹斜切的一個傷口 這哪一種傷口都無所謂 但是它帶來的創傷呢 術後的疼痛 以及手術後的沾黏 勢必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呢 假設這個醫師 可以提供更高階的手術服務 可以諮詢 說我們進行所謂的 機械人的這些手術 那它到底好在哪裡 因為呢 傳統的腹腔劑呢 它只能伸出去 只能轉 沒辦法這樣玩 但是機械手臂的這個手術呢 它可以轉 它有七個關節角 五百四十度 尤其像我們現在進行所謂的 單孔的一個手術 開了大概五公分的一個傷口 那其實 從那個洞的傷口 再配合這個手術器械 這個關節的這個靈活性 那把這個腫瘤切除 做吻合 它所帶來的是疼痛的下降 住院天數 似乎明顯的一個下降 手術只是一個過程 因為這個是癌症 那後面呢 還要加入腫瘤學 化學藥物的一個治療 化學藥物的治療 很多朋友 假設今天 他是一個不可切除的一個朋友 用這個打化學藥物的一個情況 因為不可切除的朋友 一般來講 他的 我們所認知 即使服用這些藥物 他很難 長時間的這個一直殘存 三年 五年 這個 這樣最終 很多 不到一年多 不到一年半 就離我們而去 假設今天他是可切除 其別在 一起 二期 或三期的這些朋友 那從 現階段的一個數據 2016年的這個Lanset 就是所謂的赤若症這個雜誌 發表的 所謂的疑障癌 在這個可切除的朋友上面 在所謂的一期 二期跟三期的朋友上面 他這個研究是用這個所謂的 減腮大病跟這個S1 這個比較 可以看到 有幾個成果 可以知道說 五年的存活期 從這個24.4% 提升到這個所謂的44.1% 相對來講 也就是說今天用了 這些比較新型的藥物 叫S1的這個藥物 它提升了 約20% 所以五年存活期 從這個25.5個月 延長到46.5個月 也就是說相對來講 用了這個S1這些藥物之後 可以看到說 它延長了21個月 但是五年的無復發存活期 它會從24.2% 提升到這個43.6% 相對來講 用了這些藥物 所謂的S1這些藥物 它提升了約多少 約28 從月份來講 它從11.3個月 提升到22.9個月 那相對於延長多少 11個月 所以之前的五年存活期 它延伸了這個21個月 到五年無復發存活期 它提升了這個11個月 所以從這些數據面來講 我想在未來的這個治療 是可期的 中山醫學大學 我們一般外科技 達文西維尚組合中心 我們對治療 胰臟癌 甚至其他癌病 那有這個專業的一個團隊 那讓病患呢 在後續的一個治療 還有後面的一個生活上面 一個所面臨到一些 治療上的一些困境 可以獲得一個 即時的一個解決 中山醫學院 教育研究 riv 中山醫學院 感谢观看